歌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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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發馬特愛底昇 他們都是誰 何時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着牙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条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造极术 宝贝啊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发明家可不一般啊 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中国的 它发明了什么 宝贝啊 你先猜个谜语 猜到这个谜语你就知道了 谜语 爸爸你快说 好好好 这个谜语是这样的 四角方方 博面白净 传播知识 踏打先锋 爸爸 能不能给个范围啊 提醒你一下啊 这是一件不能缺少的学习用品 学习用品 是纸 对喽 就是纸 我要给你讲的这个发明家呀 他就是发明造纸术的人 我知道他是谁 课堂上讲过的 他是菜伦 没错 就是菜伦 行啊 哎 老爸呀 可知道菜伦发明纸的整个过程哦 宝贝啊 你想不想听听啊 不想 嗯 为什么呀 难道你对菜伦不感兴趣 不是不感兴趣 我觉得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 哼 一提到菜伦你就这么积极啊 我喜欢菜伦 爸爸 我去了 走了小怪 这里是皇宫 菜伦是当官的吗 菜伦 自敬重 东汉桂阳郡 磊阳人 也就是今天湖南磊阳市 小怪 你又开始了 我是问 菜伦他是干什么的 菜伦确实是一个朝廷官员 他的官职叫做上方令 他主要负责管理运用的刀剑和这种器物 快快快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啊 他就是怎么了 他就是怎么了 他就是菜伦 那 那他急急忙忙的就是干什么呀 他正在为皇上 咦 这是什么 咦 这是什么 这么沉啊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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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啊 小玉啊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这么懂事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班主捡的 快来 这边还有好多呢 啊 我 我 我 快找啊 小玉 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快找啊 小玉 咦 怎么一来 一来就干活啊 多 多谢你了 小玉 好沉啊 咱们为什么要搬这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皇上要批示的奏折 还有一些书是要赶紧给皇上送去的 啊 都是书 这些东西叫做竹简 属于 简毒中的一种 在这八年以前 简毒是我国书里的主要形式 啊 这么多 这么沉 干嘛要用这样的东西写字啊 是啊 啊 从我进宫以来就一直使用这些东西 太不方便了 小怪 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竹简吗 古代书写的东西还有捐薄和丝绸 这些要比简毒轻一些 对啊 丝绸很轻的呀 太大人为什么不用丝绸呢 丝绸确实是很轻啊 但是丝绸纺织起来很复杂 和竹简比起来 丝绸也要贵得多 而且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哎 东汉以前的书籍和资料 绝大部分都是书写在简读上的 人们翻阅和使用这些书籍与资料 是相当相当麻烦的 如果想方便一些 就要把这些书籍重新抄写在丝绸上 但是这是非常浪费财力务力的事情 哦 这样啊 哎 丝绸什么时候发明纸啊 啊 蔡大人 张大人有事找您 他说前几天和您约好的 哦 对对对 我都忘了 说好了找他有事商量 呃 小玉啊 这竹简那边还有一点 麻烦你送一下吧 好 我先走了 啊 好吧 小玉 拜托你了 啊 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这些竹简这么沉 我怎么办 宝贝 见到泰伦了 见到倒是见到了 可是他还没发明纸呢 这些竹简太沉了 哎呦 我还得帮他们 你别急啊 这搞发明要是那么容易 那不人人都是科学家了吗 老爸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头 反正你是不用搬这么多竹简 嘿嘿 宝贝啊 你让小乖帮忙啊 哈 我怎么忘了小乖了 嘿 哎 等等 还有啊 老爸提醒你 你可得紧跟菜轮呢 要不然错过了纸的发明 你这趟可就白跑了 放心吧 我一定要搞清楚纸是怎么发明的 小乖 该去搬桌子 已经搬完了 小乖 你太棒了 我爱死你了 嘿嘿 好 Valid 啊 啊 啊 嗯 啊 啊 这是 小怪 泰伦在哪儿啊 匆匆忙忙的跑过来 就找不到人了 小玉 你看 蔡大人 你 没错 这的确是一些类似于烂菜叶子的东西 烂菜叶子 这有什么稀奇的 小玉 你说我们应该把这东西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们应该把它扔回水里吧 别别别 千万别扔 我们再观察一下 小怪 蔡伦好奇怪啊 他不会是病了吧 小玉 你看 这些东西在变色 变干之后 它们很柔软 而且还有韧性 他到底在干什么呀 他在实验 实验 蔡伦为了寻找新的书写材料 曾经仔细观察了丝薄的生产过程 认真分析了丝薄的结构 蔡伦发现 丝薄是由纤细的短纤维互相粘接而成的 所以蔡伦把新材料定位在结构与丝薄相似 取材容易 还有价格低廉在三变上 此后蔡伦实时留意 努力寻找着这种新材料 原来是这样 我说蔡伦怎么这么激动呢 太好了 终于找到好材料了 我要马上禀报给皇上 爸爸 这东西就是纸吗 你觉得呢宝贝 我觉得是 也不是 那刚才你用树枝挑起来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 应该是水里的一些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东西的成分确实有点乱 它们长期浸泡在水里 然后又粘合在了一起 蔡伦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从中也得到了启发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有个状态的东西 你没想到 有个状态的东西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 我 那 我 那 你 都不知道去哪了 快 小玉 你看 多收集一些这类东西 越多越好 还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 他为什么让我搜集瀑布啊 菜伦他是在收集一些欧物 欧物 欧物是什么 就是一些像麻 布 棉絮 树皮这样的东西 我不是太明白 小玉啊 赶快帮我去找啊 哎 把这个树枝也给我吧 啊 这个也能用吗 能能能 快 挖一个大坑 挖空 挖空看什么 泰伦是为了偶制那些东西 再多加一些水 咱们过去看看 好了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我们也正好休息一下 啊 等 等很长时间吗 欧制过程 确实需要较长的时间 嗯 那就等吧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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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啊 啊 爸爸 宝贝啊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嗯 我等着看造纸呢 这可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呢 你啊 还是先回来吧 啊 不 我要等猜伦造出纸来 哎呀 这个造纸啊 后面的工序还有好多呢 欧制之后啊 还要打浆 搅浑 沉浸 等等等等 许多工序呢 嗯 什么味道 哦 这气味太难闻了 在欧制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异味 这是正常的 太好了 终于有气味出来了 再过上一天一夜 应该就差不多了 啊 还要过那么久啊 还这么难闻 哦 我受不了了 爸爸 我回来了 你早就应该回来了 我不是想看看 只是怎么造出来的吗 可是 那气味太难闻了 哈哈 好了 以后啊 你再了解 欧制后面的工序吧 哎 好吧 哎呀 不像话 连尺都没见到 就这么回来了 这有什么意义呀 以后 我一定要亲自带宝贝 去找科学家 我小书签才是最专业的 好 他造纸的故事 我来给大家继续讲 后来 后来呀 经过反复的事件 蔡仲仲 他自己制出了 适合书写的纸 要说这蔡仲可真不容易啊 他可做了好多好多次的试验啊 最后 他将造纸的过程 方法写成奏章 连同造出的纸 承报给了汉河地 汉河地是大加赞赏啊 蔡仲的造纸术 很快就传开了 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 蔡侯纸啊 这说明纸是蔡仲发明的 哎 小书签 蔡侯纸这个说法 你不用这么强调吧 强调怎么行 要是没有您蔡大人 哪有现在使用的纸啊 所有的纸都是蔡侯纸 那好 那你别掉小书签了 啊 嗯 那我叫什么 叫蔡树签吧 啊 为什么 你也是纸做的呀 我 这老先生真能开玩笑 我继续讲啊 金钱纸的使用 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 现在就连家具 都有纸做的了 但是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纸 世界监会是什么呀 蔡侯呢 除了发明纸以外 他对整个造纸业的发展 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 蔡侯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 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 第二 他还创造了皮脂生产 丁士忌发展新旺 第三 蔡侯在读管宫廷 金传 教定和抄写的时候 形成了大规模用纸的高潮 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这些都是谁总结的呀 纸本来就比竹简 博书好用 大家自然会慢慢知道的 这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吧 好好好 说个造纸这么麻烦 那我给大家讲讲 你蔡大人小时候是怎么进宫的吧 哎哎哎 停 好好的怎么扯到我小时候了 你还是说造纸吧 就是吧 介绍你蔡大人就得说造纸吗 这个造纸啊 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那可是巨大的 有个美国人 曾经写了一本书叫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一百位名人排行榜 在这本书里 蔡文蔡大人您 还名在第七位呀 不过 哎蔡大人 我觉得 我还是说说您小时候吧 哎呀 你介绍的已经很好了 我小时候的事情 你就不用再说了 走 去我那夜坐坐 去你那夜干嘛 你看你 身上脏兮兮的 我给你修补一下 怎么修补 我是造纸的呀 你忘了 对呀 医生要用 那 塞尔苏丝是干什么的 行 不停 塞尔苏丝 是不是应该念 塞尔苏丝 导演 这是阴影 什么念 我觉得都无所谓 你塞尔苏丝 塞尔苏丝都差不多 再说了才四个字 也是 那行 接着来 医生要用 那塞尔苏丝是干什么的 宝贝 别闷着了 快给塞尔苏丝送去呀 行 行 小官 你怎么又成塞尔苏丝了 导演 是真的无所谓 只是跟字的念法不同而已嘛 行吗 你怎么会赶得来了 你怎么会赶得来了 你怎么会赶 Task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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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